被客户投诉的是手机大厂宏达电 现在暑假呢提供了校外实习的方案 结果呢有大学生投诉说 怎么无预警的把人家薪水砍了一半 还要求提前终止合约 也没有发放资遣费 让学生怀疑说是不是在压榨实习生 进入科技公司工作是许多大学生的梦想 今年手机大厂宏达电 跟到学校招募人才 一块四万多的月薪让很多学生挤破头 就是想进去打工 一共录取两百多位学生参加暑期校外实习 只是暑假才过了一半 却被爆出压榨实习生 缺料的问题 所以他希望学生就是 就是轮休就无薪假这样的一个做法 甚至于他提出要终止合约 桃园清运大学的学生控诉 实习前和宏达电签约 原本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 月休六天 月薪有三万六千元 必须配合加班 但上班的第一天 宏达电却擅自将合约改成 一天工作八小时 薪水也降到一万八千元 足足少了一半 之后学生抗议才依照原定内容签约 但宏达电又以缺乏原料 要和大家提前在八月五号终止合约 不然就要配合生产线改上大夜班 只是提前终止合约 宏达电却也不会给资钱费 应该是学校跟学生同意 就是终止合约才可以真的终止合约 所以学生认为说他们受了不公平的待遇 对于学生的控诉 宏达电纸简短发了声明稿澄清 没给资钱费是按照合约 加上内部人力重新调整 才会与学生沟通造成困扰 会进行检讨 只是实习到一半就被要求回家吃自己 这样的结果让学生们无法接受 孙学王主华 金万如 桃园采访报道